有的时候 我们要 真是在神的面前 真是要 悲哀的禁食 为着我们 得罪神的情景 为着这个社会的情景 甚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 真是要 恳求在神的面前 禁食祷告 是必要的 我们什么时候 曾经因着 里面的那种痛伤 那种懊悔 那种 在神的面前要 恳求的时候 我们能够禁食 在神的面前祷告呢 在 1876年的 夏天 蝗虫几乎破坏了整个 Minnesota的 农作物 第二年的春天 所有的 Minnesota的 这个州里面的 这些 人民 他们为着去年 所遭受这么大的伤害 他们大家都担忧 担心 因此 州长 Flissberg 他就 定 4月26号 成为当年的 祷告的一个日子 他召集 邀请 所有的 男女 老少 一同 来到神的面前 恳求 不要让他们再遭受 像去年那样子的 很大很大的一个 蝗虫的灾害 所以在那天的时候 所有的人 所有的商店 所有的学校 所有的公司 办公室 全都关闭 整个的 州 就带着一种 敬虔 敬畏 一个 宁静的一个 情景里面 第二天 气候忽然间 很炎热 对 Minnesota来讲 4月 几乎是 没有过的 这种的 炎热 当他们发现 这些蝗虫的 幼卵 在农作物 在遍地里面 在 游动的时候 扭动的时候 这些 Minnesota的人民 真是 稀微一冷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三天过去 这些肉软 开始长大 他们开始 要吃 整个的农作物 要毁坏 一切的农作物 但是 奇妙的事情 发生 第四天 忽然间 气候 转变 早上 全 整个的 Minnesota 整个的 全地 被霜 所遮盖 每一个 蝗虫的 幼虫 全 因着这些 霜 被冻死 这不是 神 成就 人 祷告的 第一次 的事情 在我们的 生命里面 在我们 历史里面 我们发现 神 垂听 祷告 是常常 在你我的 生命里面 在这世界 在这历史里面 当时间 需要的时候 我们要诚心 我们要 借着 祷告 借着 进食 要来到 神的面前 向神祈求 求神 帮助我们 因着 但一里 在 他那个 时代 因着 他的信心 因着 他在 王的 面前 所 表现的 他的 生命 他的 属灵的 生命 还有 神与他 同在 和他 祷告的 权柄 尼布加尼 尼撒王 后来 就在 宣布 向 全国 宣布 他说 我乐意 将至高的神 向我所行的 神级其事 宣扬出来 他的神级 是何其大 他的其事 是何其圣 他的国 是永远的国 他的权柄 存到万代 这是我们基督徒 今天在这世代里面 要同样做的见证 我们要把 神的权能 把神在我们身上 所示的 那些的恩典 能够活出来 当我们追求圣洁 谨守敬虔的生活的时候 人们会注意到 我们的见证 有些人 会因此得救 有些人 会因此 憎恨我们 原神祝福我们大家 请大家我们站立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这一生最大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 我用信心花旬 我用信心花旬 你的恩典 如沉心 让我真心地见到你 在我的歌声里 我用音符赞美你 你的恩典 你的恩典 是我今生生生养地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心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在这高山 神父 他会把我的手去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当音乐继续谈的时候 让我们静默在神的面前 今天你我的生命 和但以你对照 我们彰显哪一些 神所示我们的恩典 我们的见证是如何 我们是否 像但以你一样 刚强壮胆 活出神在他生命里面 所示的使命 乃是影响当代的时代 今天同样神托付你我 让我们也能够 在神的恩典里面 影响这个时代 求神帮助我们 使我们力量 借着祷告 实施在神的面前 存敬畏的心 过着信心的生活 父神我们谢谢你 祝你的恩典 是何等的长阔高升 让我们在这 耶稣基督里面 得到新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在这 黑暗便宜的时代 让我们照耀光明 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谢谢 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 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请坐 请坐